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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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明镜与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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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特首的选战就好像定了,定了镜的意思 即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闻 也是出了胡冠的政纲和叶刘淑儀的政纲 有一件事我始终由第一次说到现在 我想很快已经接近一个月了 我始终认为曾俊华和林郑月娥出集 我觉得是不乐观的 因为大家看到曾俊华辞职 这几天是假期 如果假期后回来的话,已经28-29日 辞职连了两个星期都不批 其实真的要批曾俊华,现在都不用 对不对,我可以批你辞职 你可以参选特首 接着那些东西你可以交接 你不是扔了封信就走 对不对 简单说,我批你不批你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 和今次的选票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自己觉得 因为现在泛民拿了300多票 坦白说,建制派成只有800多票 如果出现两个候选人 即是我们泛民那个不要说 阿爷一定不会被泛民那个出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你如果出现两个候选人 即是在建制派这边的话 那未必会赢的 三个不用说 三个分分钟就输了给泛民那个 如果你出现两个的话 如果要扣一下百票 即是太空分钟就输了一人一半的话 一人三百多 并不是要赢赢泛民的 所以阿爷要很小心 去选一个出来 一个 原因就是因为泛民今年的票 多了很多 好像三百三十几票 因为没有这么多票 一一一九四三百三十几 只有八百多票 所以让他出现要很小心 甚至不让 即是如果 阿爷是有一个人选的话 甚至他不让其他人出现 即是如果以往 譬如泛民的票不大的话 可能是让你跑一下 白说话你都跑不出 但现在就不是 林郑月娥更加 林郑月娥在电视上 她说 我今次是绝对 不会跟中央领导人去谈 当然 这个 我觉得有时候 林郑月娥 有些人说她很足智多谋 我觉得她说话都是一般 大家想想 如果一间公司 三个经理 老板要升一个经理 做总经理的话 那你是不是走进去问老板是否升我 是不会的 你要走进去问老板是否升你 即是你心思同明她不升你 林郑月娥的意思 我现在来到北京 有什么你们找我 梁振英还护航 特首还护航 即是让她护航 大家很清楚 因为梁振英和林郑是同一条线 但问题是你做到这样 而中央都不表态 当然是习近平 因为很多人都说中联办 中联办 中联办在香港 即是一个中央的线眼 在香港 中联办 港澳办 在英国 美国的大使馆 但问题是 决定是谁的特首 是阿爷 即是习近平 不是 中联办 中联办只不可以在隔壁 他好 这个原因 但问题是 林郑做到这样 梁振英做到这样 正常阿爷是有心的 已经告诉你 去吧 这样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 林郑都不是阿爷心目中的人选 我们已经说过 为什么不是 我们看到 习近平的讲话 讲得很清楚 他的要求 除了要 香港内部稳定之外 就是要对付港独 这个路线 很清楚 这个路线 就是 阿爷要你做的时候 你就要去落实执行 不要辞做 但问题就是 除了梁振英之外 他看不到任何 现在 政府里面的人 是有落实去做 打击港独 在过去这麽多年里面 没有的 没有一个是 叫劉淑儀那些 不要说了 他不是政府成员 他不是司长 我相信 这是阿爷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的港独 并不是零 不是已经 完全压制港独 不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阿爷用了释法 所以禁止了整个立法会 立法会里面 其实很多就是港独的温床 如果 梁振英下台 如果我们换了一个 卸做的特首的话 坦白说 港独是有可能 翻翻山都不出奇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阿爷 不放心的问题 经济民生那些 坦白说 一般搬就可以了 但这些是不可以 在阿爷来说 是一定不可以的 所以 我觉得 这个原因 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阿爷不让他们两个出门 我们暂时未知 但是如果 过了这个月 而一月头 甚至过了这个月 都不能出门 就不能出门 我们就看看 究竟有没有 一个黑马跑出来 我怎么也不相信 我相信这个是不可能的 应该是 应该是 那我们说一说 中国的霧霾 其实 在 我也算做后期 香港曾经也是一个工业的地方 香港很小 大家都知道 香港曾经有燃厂 也有烧煤发电 等等 台湾 就是我们在 九十年代 尾段的时候 去台湾 台湾仍然都是很多工业的地方 比如说 烧煤 烧炭 燃厂 煉钢 他们都有的 那 南中国就不用说了 我们 现在 在 东莞 廣州城 甚至以前的深圳 都是一样有 就是一样有 一样有 工业区 一样有 但是问题 就是 他们 我不敢说 没有 但是 一定 不会 就是 跟现在 北京 石家庄 那些 有得比较 是没有得比较的 就是那些的霧霾 就是 就是 好像一个罩 罩着你上面 那样 其实 它是很好 天气的 只不过 有一层 就是 好像 霧 那样的东西 就是 它厚到 阳光都穿不过 要很强的风 才可以 把它慢慢 就是 它只是 吹到其他地方 那我们 有些看到 在飞机上 照下的云层 就很清楚 特别是 那一部分 灰了 那 为什么 香港 台湾 南中国 曾经是 工业重震 为什么没有那么严重 而现在 北京 石家庄 那么严重 我觉得 这个与 企业良心 和政府的执行力 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 一起说 因为 现在很多报道 就说 主要是 因为 如果大家有去过 那些 炎厂 那个 蒸汽炉 看过 你就会知道 是烧 一些 我们叫做 垃圾 烧垃圾 正常是 烧垃圾 即是 没有用的 买回来的 没有用的 垃圾 烂木 烂纸 等 都放在锅炉上 烧 那些 真是 很坦白说 那些 烟 灵 真的 黑烟通 飞出 另外 就是 烧 那些 烧 那些 那些 烧 烧 那些 residual 是很厉害的 烧原 那些 物 它是 凝聚着 不散的 那 为什么会烧 那些 垃圾 因为它便宜 烧的高质煤是很贵的 主要问题是在工业上来说,因为出产的东西便宜 我们不是做iPhone,对不对? 如果做成衣或者染布,它的成本是很便宜的 它的成本便宜,但买价也不能贵 它只能用一些越低的成本越好 加上冬天,很多要取暖 现在大家知道北京已经很冷,零下的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日本人都零下十多度 为什么日本那些又不会有个无霾飞出来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燃料本身的品质问题 当然是成本的问题 第二就是企业的良心 很多企业主要是在盈利上 对于环平的意识是很低的 在中国来说 对于环保的意识,大部分人都是很低的 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很低的 政府也是 政府可以做一件事 譬如G20峰会 全城杭州或上海都停车了 不让你做这些事 染厂全部都停了 出一点蓝天白云就开会了 开会后又来过这样的 一个国家可以这样的 这些是垃圾的 灑水车 可以在监测站附近灑水 等我一个毒素降温 但是整个严重 他不是说我在严重的地区去减低 那个污漫污染 他是做个数据出来给人看 这个就是中国仍然有这些问题 是面对不到世界的 即使我们厂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厌厂 你骂那些员工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即使老板也是一样的 老板的心态就是 过了厌厂就可以了 他不是想弄好那间厂的 他说过了厌厂就可以了 他说过了厌厂就可以了 老板是香港人来的 这样的素质 是没办法搞定的 我有朋友在上海工作很多年 曾经一段时间调了他去北京做的 他去北京过几星期 他就马上说 差不多是找命博的 因为那个霧霾 就是我们现在 在新闻上看到的污染指数 超过一千 就是很厉害的 但是问题就是平时来说他也很厉害的 我问我朋友 你是不是出街不是戴口罩 他就直接不出街 但是你不出街也不行 因为你家里 装了那些空气清新剂 都是不行的 他是走出街 好像吸了一些 净污染的霧一样 怎样都会有皮肤那些滲进去 就是有一个污染补贴的 我不知道多少钱 我没有问 他也说他公司是有这个 就是北京是有些 如果你是在大型企业 就是派你去北京 就是长住 有个污染补贴的 那么我的朋友 后来做了三四个月 他也申请调回上海 他说这样就死硬了 因为你的癌症 一定 五六年后就出来的了 因为那些 你想想那些 煤等等 是什么来的 那些全部有毒的 对不对 就是那些化学物质 全部进入你的肺 全部进入你的肝脏 全部进入你的肝脏 等于你几乎吃烟 但是他那些化学物质比吃烟 所以是有污染补贴他也闪 中国政府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 很表面的功夫来的 就是 你说不行的 那我就灑一下水 在主要监测站内 就减低了毒数 但是问题是 你这些不是一千多百都死的 百多二百都死的了 我们当时在台湾 主役在桃园和樟化 我们都没有看到有污染 但是他仍然有喷烟 但是你在北京 我的朋友和石家庄 你是看到污染在你的头顶 所以 这些是很严重影响 健康和小朋友的成长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 居然可以在墓埋底下做功课 那些学生 那些学校 那些先生 是不是痴妈筋 对不对 他整个环平的意识是很低的 对于健康的意识是很低的 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不做足教育 有很多都是贪污 他明知道 譬如说你用劣質煤 你来到的时候他就用美的煤 但是他一转身就用劣質煤 是吧 连钢等等 因为他的成本 连钢那些 你的产能已经过剩 你怎样用一些贵的东西 来增加自己的成本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当年的香港 台湾南中国 你有没有听过 严重的冒购? 没有 有,但是不严重 所以这是很多贪污 在里面 企业良心 贪污 政府办事不力做出来的 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不要得的 我觉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到 OK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有任何最新的update 就会再和大家分享 OK 祝大家今年圣诞快乐 OK 拜拜